罗声响起 钟馗迈开步伐 表演送肉纵仪式 地上活的白鸡和白鸭 让整个表演更逼真 这是国片 特别替陈静市体验展 举办的开展记者会 但民众发现 这仪式中的鸡和鸭 在活动之后被随意放生 活动结束之后 民众就是在台北市市林的雨声街 发现这只白鸡 还好最后是将它送往洞宝处安置 而一起被放生的鸭子 事后也被民众发现 送往洞宝处 目前有好心人士愿意收养 但其实当时有护生团体志工 向主办单位表示 可以代为接手 主办方却不愿意坚持放生 护生团体认为 虽然民俗仪式中 使用的鸡鸭 的确往往都会选择放生 但开展记者会指示活动 质疑主办方把活情当道具 宴弯还不让人救 对此主办单位 事后也发声明致歉 表示当时是依照习俗 放生动物 过程中没有考虑周全的地方 感到抱歉 未来也会再加强工作人员 对生命教育的观念 动保处也表示 如果这个行为属实 根据动保法 乱放生可能挨罚 三万到十五万元的罚还 TVBS的张敏如仲宣 台北采访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